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子学堂全球投资报 我是林承映 带着您在全球的金融市场 绕一绕看一看 投资的重要趋势关键在哪里 在最近美国股市重挫 那么让整个亚洲地区的股市 全球的股市都出现拉回的情形 但是却有一个族群 一个黑马 那么它的价格创下了近三年的高点 虽然在近期小幅度的回档 但是还是相对强势 是什么呢 就是棉花期货 那么这是五年以来的走势图 各位看了五年前其实棉花 那么以这个走势图的话 它在80 就是这个价格 价格在这个最旁边 在80以上 那么在现在的话呢 我们发现说 那棉花它出现 来到低档之后 那么接着有慢慢转强的情形 我们说呢 当棉花重新的占上80美分 那么这个代表呢 因为它底部完成 有可能再出现前一波 就是三年之前的那一波的走势 所以棉花值得做留意 只是很多朋友说 哎呀那棉花怎么投资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至少在台湾最近还有黄豆期货的ETF 但是也还没有出现棉花的期货的ETF 好 那我们下来来看看 怎么样去了解 第一个 以棉花最近为什么涨呢 因为它消费超过产量 简单的讲就是用的比生产的多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印度进口的话 它预计比以前的话还要再多一点 那么接着呢 美国的农业部 它也下调美国的棉的这个生产量 同时再最重要是这个大的趋势了 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 它说呢 从今年度到明年度的话 有一个这个会计年度 那么这个年度的话呢 全球棉花的消费量的话 是第三年超过产量 简单的讲 这已经是第三年了 用的比涨出来的还要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棉花 慢慢的连续第三年嘛 那底部打出来 再开始转强的情形了 好 那么当投资呢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市场 那么还有这根投资工具呢 那么这个是BAL 也就是棉花指数的期货 虽然叫ETN 但是它也是一种追踪指数的商品 那么我们发现说 在最近的话呢 你发现说 股价在这边打底之后 在去年落底之后 在最近转强 并且呢突破之前的压力区 那么有点类似说 基础分析里面的底部形成的味道 那么创新高之后 出现拉回的情形 这个很正常 那么如果说 它在近期出现震荡手稳 那么再转强的话 就要注意了 这是一个长期的大底 形成之后的表现 好 这个是棉花 那么我又观察到一个 最新的状况 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也就是说我们看看 在市场里面 更新的变化 我们看下一页 在近期的话呢 棉花期货 那么它表现的是比较突出一点 规模1500万 因为这个单位是百万美金 说起来并不是很大 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 它是最终棉花期货的合约 它的一个投资报 不是最终棉花价格本身 那么但是呢 期货当然跟现货中间 会有一点的这个价差 但是呢 基本上 偏差 不会太远 好 接着我们看完棉花之后呢 我们再看看 下一个趋势 在近期露股走势 比较疲软 那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陆股可以说呢 全球都在涨 今年呢 它居然还是出现 赴报酬的情形 所以上面的话 我放了什么呢 上证指数 我们发现说呢 在上证指数的最旁边 这里也出现拉回的情形 好 那底下这里是什么呢 底下这里的话 叫做这个陆股 它的一个新开户的人数 所以在以前我们发现说 这个数字 每次到低点的时候呢 后面啊 这个相对于陆股来讲 就有机会转强 那么以前的话 如果说呢 它开户达到高点的时候呢 指数也差不多是高点 所以在近期 我们看看它这个开户人数 最这边 是不是往下走呢 所以我们说 目前来看 虽然是人气 比较低迷一点 那么但是不排除的话 未来会有机会 就是说我们不管 从价值的角度来看 或者说从人气的角度上面来看 那这有点像 在技术分析里面 所谓的量缩整理 那么如果 那么有一个基本面的 走势 或者是刺激的因素出来 那么量缩整理之后 就会有出现的带量表现 或者是上扬的一个迹象了 当然能不能够如此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做观察 基本上全球的话呢 如果我们仔细看 随时随地都有投资的机会 这就是立足台湾 放眼天下 谢谢您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